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剑论股 今天又有人问这个VX Instrustry 昨天的时候我有分析我就说 那时候昨天啊 股价是处于这个筹码风的下面 不要轻易的去借到 那今天呢 安华就做首相嘛 股市呢就大涨 这个VX就顺风也是涨上去的 而且呢就是突破了这一个 呃 筹码风 像之前讲 在筹码风下面就不要随便去借到 现在他已经是站上这个筹码风了 实际上呢这个是现在是可以借到了 因为他已经站上去了 这边站上去了 而且是今天呢也是突破了这个盘整区 突破之后呢 他的下一个阻力就是一个block了咯 这个大概是一块钱 底下大概是0.95左右嘛 这边大概是0.95 这条先 他收盘价是0.85 86 就是说如果他明天继续上涨的话 你可能买在0.87 0.87 0.95 呃 超过一毛钱 超过的整十超过十八千的这个 啊 目标价 我觉得是ok啦 是ok的 就是说如果明天 他再次 比今天更高价再次突破 也就是买在0.865以上 啊这个就是你可以买入 目标价呢大概就是一块钱 九毛 六到一块钱左右 所以大概有十八千的这个 啊 预测啦 目标价 啊 就这样子啦 如果明天没有站上去呢 没有站上去的话 就忘记他吧 因为今天呢 只是因为这个安华效应罢了 啊 今天很多股大涨的都是安华效应罢了 啊 跟3X里面的基本面 就是分析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就好像是天上掉下了一个 额 额头奖 额 额 就是分析 去本面分析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都是一个这个效应罢了 所以明天会不会退潮呢 然后退回去呢 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明天要等到他再次站上去 还可以说这个是 呃 不是安华的这个啊效应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